小焦 给我站住 季默 这个孩子名叫武艺 他是你哥哥的遗孤 我也是花了几个月 才弄清楚的 这个孩子跟着一个单身女人 吃不饱 穿不好 我这心里就过不去 爸 你放心 既然是大哥的孩子 我一定会拿回抚养权 把这孩子带回妻家的 看样子是有人退房 真是天中魔眼 你谁啊 我是那个 宝洁 宝洁 来人 你没有是谁啊 原来你在这儿啊 帮我 我要去见见我的小侄子 顺便 我也会 吴佼佼 这次医药费一分都别找上 大哥 我刚才真的没有动手 我 没钱陪你们医药费的 吴佼佼你等着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 你逃不掉的 我不逃 我不逃啊 我绝对绝对不逃 你这小孩怎么这么倔呀 你们半年都没交房租了 赶紧给我搬出去 妈妈说我租在这里 这里就是我家 也不能想走 你赶紧让开 你小子再不让开 一会儿伤着你 我可不负责 我看谁敢伤他 你谁啊 我是他二 二师弟 什么二师弟 你是妈妈派来的新土地 和我一起来保护武馆的 对不对 对 大师兄 有我在 你别怕 谁都不会伤着你 是谁 您看 把这儿买下来 帮我手续来找我 好的老板 就是因为这个暴露狂 我还要赔医药费 哪有钱赔医药费啊 你妈妈呢 妈妈她工作赚钱了 妈妈她工作赚钱了 我已经接受了 我已经接受了 感谢 谢你个大头鬼啊 我甩他们甩了三条街 好不容易甩掉了 这下又赖上我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叮光把他们一蹲走 他们还以为我跟你有关系呢 这下好 还有陪药费 这位女士 我帮助了你 你现在还怪我 你觉得合适吗 老板爽快啊 我家里还有一套 要不要一起买了呀 那倒不必了 我们对房子不感兴趣 您老板她感兴趣的是 房里的女人 我们老板呀 对女人也不感兴趣 这位先生 你拉着我们家孩子不放手 什么意思啊 把武艺交给你抚养 我不放心 光天化日的 你拉着我们家孩子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妈妈 她是二师弟 今天和我一起保护物馆了 什么呀 我今天过来 是要要回武艺的抚养权的 你到底是谁 有什么资格要回抚养权 我是武艺生理学上的亲人 好的二叔 我们齐家也是最近才知道了武艺的存在 所以我今天来接回武艺 把她带回齐家抚养 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让出抚养权 毕竟 你也只是她的小姨嘛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回吧你 老板 算妥了 这几天把睡一觉就齐了 不错 忘了给你正式的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县人 房东齐末 走 故意 对了颜凯 这个房子有点拧久失修了 该好好装修装饰了 这儿 给我换着花钢石的 还有那个屋子 都拆了 就是干嘛 好的 都什么齐末 齐末买下午关了 给我盯紧点儿 别被她发现 一切按计划进行 五娇娇是吧 河头上面写得很清楚了 如果甲方强行收回房屋 需要赔偿乙方 一年的房租 把账号发给我下午的助手 把账号发给我下午的助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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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